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 波兰安全部门以涉嫌间谍的罪名 逮捕华为员工王伟经和一名波兰工程师之后 内务部官员呼吁欧盟和北约 在是否将华为排除在欧洲市场之外的问题上 应制定共同的立场 挪威政府表示考虑跟随美国脚步 排除华为5G技术 以降低电信业潜在的风险 敏感时期 华为加拿大公司负责游说政府的高级副总裁 宣布辞职 而华为加拿大公司的中国级总裁表示 公司不会允许中国政府闯入 尤其技术支持的无线网络 永远不会为中国政府充当间谍 那么波兰对华为下重手 美国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从孟晚舟到王伟经 华为接连遭遇重挫 会不会引发骨牌效应 为什么西方国家对华为 弹腐色变5G技术屡遭围堵 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 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 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 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 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 胡先生你好 你好 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加入访谈的 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 张先生好 主持人好 各位好 我们感谢两位嘉宾 同时我们也感谢听众观众和网友朋友们 欢迎你们通过VOA卫视 在YouTube上的网上直播收看 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 我们的网址是 波兰当局逮捕华为波兰公司的公关部部长 王伟晶之后 时隔一天 华为公司便宣布开除这位员工切割止血 那么中国媒体反应比较平静 可是网民们纷纷打抱不平 说王伟晶和孟晚舟同是华为人 那么待遇和命运 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 我来请教纽约的胡平先生 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确实如此 同样都是华为人 可是华为公司 尤其是中共当局 中共外交部 对他们两个人的态度是天差地别 你按说你王伟晶只是刚刚被抓 还没有审判 还没有定罪 你照理说 华为公司 那总要等他审判以后 定了罪以后 你再开除也不迟 可是现在人家刚刚被抓 他这边就把它开除了 这当然恐怕也透露 其实华为公司已经了解的情况 知道这个罪名一定会落实的 才这么做 另外呢 你看 由于对这两个人的这种态度的 这么重大的差别 所以很多人就说了 说你要给中共效劳 你先得想清楚 你姓不姓赵 别以为你进了赵府打了工 你就算赵家人了 即便你也算成赵家人 你还得衡量衡量 你有多少韩赵亮 那么当然你这个孟晚舟情况 那岂是王伟晶可以相比的 另外在这里呢 我们也知道 中共当局 它在这方面比苏联 过去苏共都更恶劣 过去苏共遇到自己的间谍 在国外活动被外国政府抓了 那一般还认这个账 另外呢 还想办法去改善它的待遇 包括交换间谍啊 把它放回来啊等等 可是中共遇到自己的间谍 在国外活动被抓 一贯态度就是失口否认 那么就是置人家生死于不顾 那金乌代就是很明显的例子 那么现在这个王伟晶还没有审判 还没有定案 那如果被定案是个间谍 而且是在为中国政府做间谍工作 那么中共当局会做个反应 这个我们还有待观察 很难指望中国政府在这方面 会做得比过去还像样子一点 当然这个 要说对他们态度有区别呢 从华为公司的角度来讲呢 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华为公司就强调 王伟晶的事只是个人原因 那么因为确实有所不同 我们知道 美国政府指控孟晚舟 主要的事情就是 她火同其他的华为的高管 这个做虚假陈述 又是在美国运行的银行 做出这些违反美国禁令的 这么一些行为 那么在这里呢 孟晚舟之所以有罪 就是她是以华为公司的 财务主管的身份讲话 做这种虚假陈述 也就是她代表了华为公司 因此呢 孟晚舟的事情 就和华为公司不可分割 华为公司就不能说 孟晚舟说了些什么话 跟我们没有关系啊 我们不知道她说了什么啊 她是背着我们的说的啊 她就不能这么说 她就没法就切割 而王维晶情况就有些不一样 华为公司确实可以说 这个王维晶 如果是个间谍的话 王维晶她的间谍身份 我们原来不清楚 她加入我们华为的时候 没有像我们隐瞒了 她的间谍身份 另外她做的间谍活动 都是背着我们做的 所以她和我们没有关系 就即便给她判了罪 那也不是我们华为的事情 但是这种说法呢 它有个很大的一个漏洞 就因为 王维晶在到华为任职 波兰公司任职之前 是中国政府驻波兰的领事馆的一个 这个驻外的一个外交人员 而按照中国这个政府的这个法律 也就是2009年通过一个法律 就驻外外交人员的法 其中就很明确的规定 你驻外外交人员 是在任职期间不得辞职 那你说这王维晶 你刚在这领事馆没工作几年 你就跳槽 就辞去你的工职 就跑到一个民营公司就下海了 这个按照这个外交人员法 这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更何况你这个中国还有保密法 你从事这个外交这个工作 你就是做涉密的工作 那么你就不能说 你想来哪怕你真的哪一天一直了 也不是说你想做什么工作 就做什么工作 想在哪儿住就在哪儿住 他都有些至少在保密期间 都有些很严格的规定的 而你现在王维晶 你把那头你刚刚没做几天 这个使命馆的工作 也就几年是五六年 你就辞掉了 你就当个到一个民营公司 而且就是在波兰这个地方 你就在这儿工作了 这个也是不符合这个保密法的 所以这个就很明显的这件事情 而你王维晶 他原来在使命馆这个民事馆工作 这一件事是公开的 你华为不可能不知道 这个背景你总该是知道的 那么你就知道按照这个中国的法律 它是不可能到你公司里 它怎么就来了呢 那么当然你就知道 我们都知道 在各国都有这个情况 很多室内馆的人员 其实就从事某些情报活动 是的 那么华为公司就该很清楚 你既然王维晶是这个背景 你是从使命馆这边过来的 那你来 当然就是富有特殊的使命 当然上面领导叫你来的 一定富有特殊的使命 换言之 华为公司应该知道 王维晶是个间谍 当然华为公司还可以辩解 说我就是不知道 这是这个我们要听党的话 因为上级领导 把这个人安插到我们公司来了 我们就只有接受 我们又不好去问 这个人有什么背景 但是你这么说 你就等于承认 华为公司作为一个所谓民营公司 无法阻止 无法抵制中国政府安插间谍 你无法抵制中国政府 利用华为公司从事间谍活动 这也是坐实了 华为公司和间谍这件事情的这种联系 那么所以这么说起来 尽管表面上看起来 华为公司说 王维晶的事情是他个人的事情 和华为公司没有关系 其实按根据我们上面的分析 就可以证明了 其实他和华为公司 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因此所以王维晶这个间谍案 对华为公司的整个的形象 对他今后的前途 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 好的 那么海外媒体就注意到 说事发一夜之间 中国媒体的态度 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由原来的谨慎报道 变为积极的跟踪报道 并且口径完全大概都相同 涉案华为员工的行为 是个人举动 不仅与华为无关 还损害了华为一直具有的良好声誉 我来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 您注意到这种变化了吗 您如何看波兰逮捕王维晶这件事 其实就是像这种间谍活动 然后这个间谍被揭露以后 这个派出国 就派间谍出来的这种国家 对他的间谍身份进行否认 这个在情报界是一种惯例 都没有哪个国家说承认 我往别的国家派了解铁了 即便说是后来有交换 有这种交易 但是在案发当时 肯定都是不承认的 所以这点呢 我觉得大家有点过度解读了 我举个例子就是85年金无怠这个案件 金无怠大家都知道 这个中国在美国的一个重要的间谍 浅薄了很多年 当时85年案发的时候 外交部发言人是谁呢 就是后来当外长的这个李肇星 他就说金无怠事件 是美国反华势力编造出来的 我们中国政府爱好和平 从来没有向美国和任何国家 派遣过任何间谍 中国政府不会承认这个反华势件 也不认识这位自称中国间谍的金无怠先生 当时是金无怠通过他的妻子 向这个邓小平求援 金无怠认为他的情报 其实促进了中美的这个 中美之间改善关系 你就后来建交 所以他这个 他认为他是有贡献 那事实上就是这一类的事 不管你当时做了什么 这个派你出去的这个国家 肯定不会承认 所以我觉得这点呢 我觉得大家有些误区 但是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现在来看 这件事即便是 你说他是个人的这个间谍行为 或者说触犯了波兰法律的行为 他对华为的攻击力 仍然是一个重大的打击 也就刚才这个 胡贵先生讲到的就是 就是王的这个外交官的身份 他的这个身份不低啊 他是个参赞啊 对 他是参赞这样级别的人 能够到华为这样一个 号称是民营公司的企业 去担任这个公关主管 那说明华为 他的级别也不低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 其实对华为是一个打击 你为什么会用这样的人 你跟中国政府 到底是什么样一种关系 这个事情我觉得 华为的被动 不但是因为孟晚舟事件 孟晚舟事件 它只是因为孟晚舟被指控 它触犯了 就是美国对这个 依赖的这个禁运 那么这个事情相对来讲 比较简单 这个但是 这位王 王前参赞 他就不一样 他可能真的是打了情报 所以呢这一点呢 我觉得如果两件事情 联系起来的话 对孟晚舟事件 或者孟晚舟女士 本人的这个 这个未来的去向 她能不能获得自由啊 她会不会被引渡啊 都加重了 这个分量加重了 因为华为公司本身的身份 现在受到了质疑 而且刚刚这个路透社 这个披露的一个文件 就是华为不但 有一个Skycom 跟这个伊朗做生意 华为还有通过一个叫 Kamikula这么一个公司 操纵了一个 星空技术公司 在跟叙利亚做生意 所以现在呢 事儿啊 随着这个 这些信息越来越多的 我觉得这个事情 对华为 得了更大的恐惧 当然 环球时报也在抱怨 就是说 这个事情可能是美国 做了圈套了 甭管怎么说 反正现在华为是 陷入重围 谢谢 好的 那么现在网评进来 回应我们两位嘉宾 我给大家念一下 午夜星空SZ 他说 我觉得华为 又是盗窃知识产权 又是间谍活动 搞得在国际上声名狼藉 这一次呢 又马上开除王伟经 真有点 此地无银三百两 为什么不给美欧几台手机 让他们去研究研究 看哪一点盗窃了 哪一点有后门 这岂不是一情二楚了吗 STGY007 他说 华为依靠中国政府的 巨额补贴 低价销售 对全世界的5G市场 进行渗透 既扰乱了全球通讯市场 又被中共通过这些设备 窃取华为设备的这些国家 情报留下隐患 华为被全球大多数国家围堵 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天安门上太阳落 他说 波兰作为二战后 西方世界的弃儿 被共产主义祸害了40多年 因此波兰对于 共产主义制度的邪恶 可谓感同身受 中共糊弄资本主义国家的 左派政客和民众 或许还有机会 而波兰这一类极端反共的 前共产国家 最让中共头痛 中共党企 急忙与王伟精切割 就是这个原因 由此可见 对付欺软怕硬的中共政权 就应该立场鲜明 手段强硬 继续回到我们的讨论 从孟晚舟到王伟精 为什么许多国家 都跟华为过不去呢 我来请教胡先生 就在波兰逮捕 涉嫌间谍罪的 这个华为员工之后 加拿大华为公司总裁 是个中国级的总裁 他就表示 永远不会为中国政府做间谍 这是为什么 华为究竟是一家什么公司 为什么它如此敏感呢 这个加拿大华为公司总裁 做这种表白 那实在也是 没有办法 因为按照中国的法律 哪怕你是一家民营的公司 只要中国政府提出要求 你就有义务 和中国的情报部门合作 这就等于说 中国政府叫你当间谍 你就得当间谍 那么你华为公司 既然是在中国的一个民营公司 那么因此你就 大有当间谍的这种嫌疑 或者可能性 所以华为这个加拿大公司 要做这种表白 但是人们就 他这个总裁就说了 说我们尊重中国的立法 但是我们的业务是在加拿大 所以我们只服从加拿大的法律 意思就是说 中国有那个法律 我们知道 但是我们是在加拿大做事 所以我们可以 那个法律管不着我们 但他这种说法 当然还让人就没法放心了 何况就算你这个加拿大法为 你在真的这么做 说话算话 说话是真诚的 而这个5G的设备呢 它可以超越这种国际 它可以进行这个远程的这种访问 通过从事一些 其他类型的一些间谍活动 因此他做这种事的时候呢 他根本用不着告诉你加拿大的华为公司 他就可以做成 你加拿大华为公司想不介入其中 都不可能 所以这种说法没有什么效果 也就在这儿 那么华为公司的问题在于 刚才张先生也提到了 名义上是个民营公司 但是呢在中国 以华为公司所从事的业务的重要性 以及他做的规模之大 那么在这按照一般的常理推测 没有政府的介入是不可能的 政府一定要对这个华为公司 做某种的介入 而作为一个通讯公司呢 那么这个所谓华为公司 它当然就天然具备有这个 从事间谍活动的一些种种的优势 更何况就像这个华为公司老总 本来也有军方的背景 那么王伟晶这个案子 之所以引人注目就在于 这个案子告诉了我们这个华为公司 确确实实它和间谍活动 有着非常密切的这种关系 那原来人们对华为公司 就有很多疑虑了 当然包括它的硬件 包括它的软件 这里呢 现在王伟晶提出的问题 就更为严重 那就直接的间谍活动 就直接的间谍 这么一来呢 它随意就引起很多国家这个警惕 那考虑到华为 它现在在这个国际市场 有这么强大的这种竞争力 它很可能在这个未来的 也就是现在刚刚展开 所谓5G的这个竞争中 占据很大的优势 那么它会产生对 而你现在中国和美国 和这些国家的这个 这个经济上的竞争 经济上的竞争 主要在于高科技部门 而这个通讯部门的 当然是无疑是其中 相当重要的一条 因此华为公司 它的性质 它的角色 以及它在未来这种竞争中 所能起到的重大作用 使人们不得不对它 抱着这种相当重视的态度 而它间谍活动 这种的紧密联系 那当然就更证明了 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我想人们是从这个方面 去来考虑 华为公司的问题的 好的 那么有中国官方媒体就认为 说华为屡遭围堵 都是因为它的5G 技术太先进 高处不生寒 引发其他国家的警觉和忌妒 我来请教张先生 您同意这种观点吗 关于这个技术问题 我当然是一个外行 所以在这方面 我不能够提供 关于5G 华为的5G技术的评估 但是既然我们谈到 要谈这个话题 我也搜索了相关的各种资讯 特别是这个华为在5G技术方面的 先进性的这方面的一些说法 这些说法呢 也来自中国的一些个网站的 一些贴吧呀等等等等 主要是就是最重要的 就是说按照5G的这个体验的 有网络测试 测试的结果 说这个华为是领先 那么当然我 我也从其他的资料上看 就是华为的5G技术 它的集成的程度比较高 不但从这个网络技术 而且从手机呀 手机的开发呀等等方面 这个呢 它确实具有相当的优势 所以呢 这个呢 也就是 其他国家的一些5G呀 没有它的这个集成化程度那么高 为什么会造成这种情况呢 当然就是因为 华为可能得到了中国政府 在财政方面的这种强大的支持 所以呢 这样的公司它 它是这个西方的这些民营公司 所达不到的 从这个角度来讲 那么这个华为在5G技术上 那据说它已经是排名第五的 一个世界级的公司了 那么当然我们不能说它不先进 我们也不能说它的竞争者对它不吃醋 我想这个都是有的 但是呢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除了技术先进以外 是不是还有国家利益的冲突 因为现在其他国家的警觉 主要好像不是因为它的5G技术先进 而是对于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考虑 那么这个问题 我觉得可能 当然这个胡平先生也谈到一点 我觉得其实我们要分析的就是 华为是不是一个民营体验 那么当然这个华为 任正非先生本人 他是有军方背景的 他这个1974年入伍 然后他也曾经有过重大的固献 1978年还出席过全国科学大会 和1982年出席过中共12次档代会 那么当然他在军内 他是到了一个就是通讯研究所的副所长 这么一个技术副团级的这么一个职闲 但是不是军舰 然后后来他转业以后 创立这个华为公司 主要做什么争议呢 主要就是 起家的时候 就是利用他在军队的关系 专门代理生产 很多家解放军驻港的 企业的小型交换机 后来呢他又制造这个 万门交换机成功 然后通过他的这个老丈人 当时是四川省的副省长 然后呢获得了巨额的 巨量的国企订单 一下子就鉴定了他的这个基础 所以他的起家有这方面的背景 那么再有我们就是看 他在80年代创立华为公司的时候 那个时候国家对通讯业的控制 还是相当强的 没有一定的这种背景 是不可能进入这样的特行的 那个时候你看管这个电子通讯的 这个所谓叫四级部啊 四级部它的构成 一个就是原来这个中共红军的 这个无线电部门的这个创立 创始人王正 担任这个四级部的部长 然后中间我知道还有些 它的高级干部 有的来自原来上海的特科 有的就是来自中共的这个无线电部门 军方的无线电部门 所以这个背景来讲 就说明通讯这个行业 一直在中国来说 一直是一个特殊行业 那么这样一个特殊行业 如果你没有新的背景 是不太可能能够这么发展到这么大的规模 还有一点 我最后讲一点 就是华为 它的股份结构是非常奇怪的 华为它是职工 就是工会持股98.58 任正非自己持股1.42% 然后呢 这个它通过一个叫公司联工持股计划 这个有很多万员工持股 所以华为的股权非常分散 而且华为一直没有上市 所以这种在股权结构上 鹤立基群的体验 很像是党产 就像我们看 海航的大部分股权是归这个 股权基金会 股东呢是承诺 就是身后要捐出股份 所以这个海航的那位 刚刚死了的这位 也在法国死了的这位 重要的这个掌门人 他的股份在他身后就得交付了 华为的情况也是一样的 就是这个员工如果离开 他的股份是不能再走的 所以这种奇怪的股份 股份的结构 以及它这个持股计划 当然还有一些复杂的操作手段 这个大家一直在讨论的 就是它通过这个员工贷款 公司给员工做担保 员工去债款 然后呢这个来对这个 来支持这公司的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资金的运转 还有这么一套机制 这也是很奇怪的 所以凡是股权和这个 资金结构比较奇怪的公司 我觉得就有 有想一想 它到底是不是成长 好的 那么看起来呢 多维的确不是一家一般的企业 它与中国军方的这个关系 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我来给大家读一些网评 Ed Chow 他说华为的问题呢 并不在于外界 对其与中共情报部门 有紧密联系的质疑 而是华为在面对这样的质疑时 没有能够有效的回应质疑 华为公司对其股权结构和技术来源 始终讳莫如深 使得外界对华为公司的忧虑更加深了 要摆脱这样的困境 我给华为的建议就是要 就是到美国上市 因为唯有公开透明 才是消除外界疑虑的正道 凯瑟琳源 他说就冲波兰自己主动出钱 要求美军驻扎 就可以看出波兰民众是知道 谁值得信赖的 波兰也让人另眼相看 值得尊重 傅政辉 他说华为的5G设备 拥有多项国际专利 至今未曾有过对华为5G设备 安全性的指控证据 这样围攻一家中国民营企业 有道理吗 王埃达 他说华为公司本来就是 中共的间谍组织 这个无有争议 但问题是国际上 对于华为公司和中共的 真实嘴脸认识是否深刻 在贸易战上中国使用推拖拉等 胡不武对策 对于华为中兴事情上 中共采取避重救轻的办法 问题在于西方的两票政治 在对付共产政权时存在天然的致命缺陷 所以究竟是道高一尺 还是魔高一丈 真说不好 真不好说 真说不好 最后Sam Wu 他说华为屡招围堵 最大的原因就是华为动了他们的奶酪 到目前为止 没有一个真正的真凭实据 说明华为产品有后门 或者有安全漏洞 我给大家念了两方面都有的这样的网评 至于究竟如何 希望我们的听众观众 动用他们的思考能力去思考去辨析 好的 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讨论 根据媒体报道 说波兰当局宣布了逮捕事件之后 特别向美国中央情报局 联邦调查局 国务院等六个部门做了通报 报道由此就推断 说美国全程掌握 甚至指导了这个事件 我来请教胡先生 您怎么看这件事 与美国之间的关联呢 波兰抓王伟经这件事 可能和美国确实有关联 那么因为第一 美国和波兰的关系本来就很密切 波兰是 大家知道 波兰是共产国家中 实行民主转型的带头羊 就在1989年6月4号这一天 在中国是发生了 用坦克车镇压 民众和平抗议的 这么一件血腥暴行 而在这同一天 波兰是进行了 共产党上台以来的 第一次自由的选举 而反对派打火全胜 那么在那以后 波兰的历届政府和美国 都很亲近 再有环球时报的胡锡进就说 就说波兰有什么要紧的 有什么了不起的东西 那犯得上我们中国去偷它的吗 那这种说法其实不对 因为波兰的经济发展程度也相当可观 尤其是在科技和军工方面 再有波兰也是在情报和反情报方面 历来就是相当重要 当代历史上很多重要的情报和反情报的活动 就是在波兰这个地方进行的 再说华为和波兰有着很利切的合作 波兰是华为在中欧东欧的这么一个大本营 那么从由此总统来看 那么一方面是美国和波兰的关系很利切 另一个是波兰和中国 尤其是和华为的关系很利切 那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早就在打算 颁布一个行政法令 要求美国的公司禁止使用华为和中欣的产品 那么这个想法它已经都半年多了 我们可以估计一些相应的一些准备工作 一些事情也早就在进行 那么既然波兰有这么一种特殊的地位和特殊的关系 所以我想在这个之前 肯定和波兰方面在这边就有一些合作 就有一些联络 那么因此出现这件事情之后 出现这件事情就是抓王伟精的事情 美国她有一定程度的参与 这个应该是相当可能的 好的那么人们就很容易 从这个王伟精联想到这个孟晚舟 就在加拿大被逮捕的那位华为公主 那么最近我们知道加拿大总理特鲁多 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 讨论了引渡孟晚舟的问题 我来请教张先生 您刚才提到这个王伟精在波兰被逮捕 很可能会影响到在加拿大被逮捕的孟晚舟的命运 我来请教您 波兰逮捕华为间谍会不会影响到孟晚舟 两起事件之间有什么一同和关联 这个一同呢 刚才我也讲了 一个是孟晚舟作为这个华为的首席财务官 他这个违反了美国政府的禁令 那么当然对他的指控呢 还包括金融欺诈 也就是说起钱了 那么但是呢 这个事情呢 和这个波兰这件事情 当事人他的情况还是有所不同 因为那个王伟精先生 和可能他被指控就是因为他从事了间谍活动 那么到底这个孟晚舟女士 她有没有从事这方面的活动 现在这个当然应该是一对宠物了 这个现在美国方面也没有以间谍的罪名来提诉她 但是你很难说 就是说如果孟晚舟女士被引渡到这个美国之后 会不会又追加在这方面的问讯 或者是盘问或者是指控呢 我觉得这种可能性不能说是不存在 所以这个中国政府极力的保护孟晚舟 有可能呢 除了这个其他的政治上的宣传上的原因之外 也有可能就是孟晚舟掌握了太多的机密 那么还有一点就是我们注意到 这个孟晚舟这个保释出来的时候 中共驻加拿大一个领事馆的官员 亲自前去她的家中探视 当然这个也可能是出于这个中国政府 对自己公民的关心 按宣传所说的那样 但是呢就是孟晚舟身的重要性 也由此得到了凸显 另外呢还有就是刚才 这胡平先生提到的 其实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情报法 它的第七条规定 任何组织和公民都应当依法支持 协助和配合国家情报工作 保守所知悉的国家情报工作秘密 然后国家对支持协助和配合 国家情报工作的个人和组织 给予保护 所以这一条来讲呢 就是说如果这个国家想让你干这个活 你想不干 这还不行 不管你是组织还是个人 你都有作为公民义务 你都有义务来干这个事 那当然这个国家要给你保护 这个也有这样的承诺 所以我们也不知道啊 这个说大使馆去探望 以及中国政府对孟晚舟事件的 这种强硬的表态 是否也包含这样的 这个法律上的原因 这个我们不太清楚 但是呢至少就是中国的公民 我觉得因为孟晚舟事件受到的牵连太多了 现在贵国政府也是这个包括贵国的总统 也是在不断的指控 比如中国的访问学者呀 中国的留学生可能投入间谍活动 这没办法 我们就堂堂中国自己的情报法 他就把这点给公开了 大家都得做呀 所以呢我觉得这条法律真不是一个善法 真是一个恶法 这个恶法是很多在国外的中国人这个蒙上了 他们的生活蒙上了一层阴影 他们有理由被怀疑成间谍 我觉得这条法律实在是很不恰当 那我们看到呢 波兰在逮捕了华为员工之后呢 他的内务部官员就呼吁欧盟和北约呢 在是否将华为排除在欧洲市场之外的这个问题上 应该制定一个共同的立场 那么我来请教胡先生 有报道认为这件事呢 可能在国际上引发一个连锁反应 或者骨牌效应 未来华为开辟国际市场 可能将面临更多的困难 那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其实在此之前 华为就已经招致很多国家的疑虑和抵制 王伟经事件一出 毫无疑问会造成这种血上加霜 这么一种效果 本来这个已经有不少的亚太的国家 表示响应美国的号召 因为美国原来就号召 他的盟国抵制禁止使用 或者限制使用华为的设备 那么很多亚太国家已经表示响应 另外我们也知道 这个有一个五眼联盟 那就是北英 加拿大 澳大利亚 新西兰 那么这些国家呢 其中加拿大还没有 这个禁止和限用这个华为的设备 不过经过这件事情之后 也可能会追随五眼联盟的其他几个国家 也可能会采取同样的措施 那当然华为公司之所以 在实际上它产生这么大的影响 就是因为它技术上确实很先进 而且价格低点 这是它的很大的一个优势 你现在大家既然发现 它有这个一个间谍的问题 那么这当然就引起大家 这个顾虑了 你想这个五眼联盟 就是这么个意思吗 为什么五眼联盟所的意思 就是说这五个国家 他们可以共同分享一些情报 他们为什么可以分享呢 就是因为他们有共同的 一样的制度和一样的价值观 所以他们分享情报 他们对彼此只有好处 不会有任何害处 那么他们为什么对中国 有这么大的防范的心理呢 就是因为你中国政府 在你的制度上和自由民主 是完全不一样 而且相反 在价值观上也是完全相反的 所以人们才格外的害怕 中国方面获得了这么一些相关的情报 如果都是朋友 那本来情报就互相分享 那就无所谓 所以就不所谓道不道歉的问题 正因为中国它是完全另类的一个制度 那么这本身就对一个自由民主的制度和价值观 构成一种严重的挑战 如果又听任这么一个专制的制度 它能够获取你自由国家的若干的重要信息 那么毫无疑问这个事情就会是非常严重的 因此在这里人们要求这个抵制 或者禁止使用华为的这个产品 它的设备 它不仅仅是一个市场竞争的问题 它更重要的呢 它这个制度的竞争 是一个价值观的竞争 所以这个问题正是基于这一点呢 那么网友已经事件一出 毫无疑问 它会激起更多的国家 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一个警惕和防范的措施 到现在我们看到包括德国 包括很多国家 包括波兰自己 波兰本来原来和华为公司的合作 非常广泛 那么都可能会改变看法 按照我的估计呢 这个趋势大概是在所难免的 好的 那么美国以通讯安全为理由 呼吁国际社会抵制华为的 这个5G电信设备 但是美国这一呼吁呢 现在看起来 在欧亚国家引起的反应是不一样的 是不同的 我来请教张先生 您如何评估波兰逮捕华为员工 对于美中对抗 以及美中两国高科技竞争 这个问题的影响 首先呢 我觉得就是亚洲国家吧 对中国是又恨又怕 所以呢 可能在这个表态上 他们不敢公然的折罪冲动 还不像这些个西方国家 欧洲国家 他们现在我看到的 这个比如德国电讯又表态 然后欧洲 欧盟委员会的这个副主席也有表态 然后现在陆续的看到 就是比如德国电讯又说 我们以后要使用多个公司的设备 来建设自己的网络 就是我刚才讲的 华为它是集成化程度很高 他呢现在就采取什么 他就说我要包括什么呢 对点的爱立信 芬兰的诺迪亚和美国的斯科 这几个公司我综合着用 这是德国最新的这个表态 然后这个英国军情六局的这个M16的局长 也有一个说 说表示英国要决定在多大程度上 可以接受这个中共 对这个通信技术的这种掌控 所以这个英国这个手机服务商 英国电讯也是表示 就是不在核心设施中使用华为设备 然后这个要从3G和4G网络中 移除华为设备 还有当然挪威什么比利时节课 这些都在表态 那么现在来看 可能现在未来中共或华为能够保住的 当然就是中国大陆的这片市场 这片市场反正是在防火墙里头 我们将来可能 就受到的监控就会更加严密 中国的老百姓和网民在这方面是很不幸的 然后呢再有就是因为华为 它的这个设备和手机都特别便宜 所以呢我想还向这个非洲国家去发展 这可能是它今后的方向 据说好像现在还在这个印度 也在讨论这个事 因为印度也是华为的一个重要市场 说完市场我们再说说 现在美中这个最抗的问题 我觉得华为这个事 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但是呢中美在这个高科技方面的这个竞争 不仅限于通讯领域 实际上我上次的节目我也谈到了 在人工智能 在基因编辑 在这个军事和外太空领域 这些对抗都在这个逐步的展开 那我最近还看到一个片子 这个片子是防卫室播出的 但是它引用的是美国的 一个军事研究部门编制的一个片子 这个片子呢 它就是主要是在评估 中国和美国未来军事对抗上 哪些领域中国有可能有战先 哪些领域中国还在处在落后的状态 比如他讲比如说像做个导弹 他认为中锋41现在还不用怕 但是中锋26就很有威胁性 好的 然后呢这个他也谈到 中国发展的轰大机 好 可能有某些地方会超越美国 好的 谢谢 谢谢张先生的介绍 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 到这里就结束了 时间关系不能一一 宣读网友的所有评论 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 感谢胡平 张立凡 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 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 嘉宾 听众 观众发表的 都是个人观点 不代表美国之音 明天时事大家谈 关注热点话题 官员被打 武警镇压 问题疫苗何事了 欢迎收听收看 我是许波 下次节目再会